接著請香港保護兒童會的麥鏡英 多謝主席,今天的白聲曼曼地,大家聽得辛苦些少 香港保護兒童會,我們現在核一間服務零至三歲的兒童院,射服務人104個 一會就著我們院的經驗,將現在的兒童住宿服務遇到的困難和需要多說些少 首先,現在的兒童住宿服務已經不只是提供住宿和照顧那麼簡單 因為隨著社會發展,我們需要為兒童提供合適的成長發展機會 讓在危的兒童可以在發展上居於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樣獲得合適的照顧 大家想想,現在很多家庭在一般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都會為兒童安排很多日常的生活體驗、人際關係的溝通 令到小朋友在一個全面的發展 所以院小服務在一個建機之下,其實現在面對困難 是很難推動既照顧又可以有發展的空間 首先,我認為在軟件的部分,照顧人手現在是緊絕的 正如剛才所說,其實我們的人手編制是八、九年的時候定調的 當時我們用回本會同樂居的經驗 我們現在的照顧人手日間是用一比八的比例 即一個幼兒工作人員照顧八個小朋友 晚間是一比十二 相比日間我們現在做一些日託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的服務現在的照顧人手是一比六 我們的二十四小時服務率比我們日間的服務更差 這個狀況是不理想 亦都做不到 令到同事做不到照顧和教顧並重的服務 第二個部分,我認為環境空間的設置落後 令到我們不能夠配合兒童的成長發展做了一些工作 我們這類型住宿服務的特點就是我們歷史很悠久 各個服務單位都超過二、三十年以上的單位 所以在社會服務的設施裏面,兒童住宿服務在服務空間和設施上都是比較落後的 甚至乎裝修的院舍都超過十年前的事件 不是很多院舍,新近這十年是裝修過的 由於兒童自宿訴告,我們要二十四小時運作 在設施環境更新上,我們遇到很多製爪 所以一定要社會福利署的支持才能夠啟動整個運作 我建議在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署運用了很多方法 特別是在兒童及清潤服務、掌水服務推行一些設施現代化工程的方法 簡化程序,增加大眼性 令到環境設施可以第一時間去作出改善 我建議在這個硬件上可以盡快去作出改善 好,謝謝麥敬英 我想跟進照顧人手部分 事實上,兒童住宿服務裏面照顧的對象 有些是我們很想短暫地去暫住,然後跟住離開家庭 但多實,每個人的複雜性 其實是多了兒童,留在住院社服務,可能是去一個就去一個 所以一個優質的兒童照顧服務,對小朋友是非常需要 我想在座不同的服務裏面都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的兒童照顧服務,人手上是非常緊張 是特別面對SCN 的小朋友,以及實際上落後的人手比例的設計 這部分,我不知道處方方面有沒有一個計劃 什麼時候將這些照顧人手重新重整和增加 令到現在的前線同事,不要因為工作量大而令他們流失 因為我自己的院裏面都接近七個同事是離職的 我們其實有十幾個同事有七個,而七十幾個同事當中 是四十幾個是幼兒公裁員的 第二個位,我想提到多個問題就是關於一些照顧 SN 的需要的服務對象 其實我都見到國院的SN 的小朋友都多,接近四成 我看到幼稚園裏面都有道校的資料團隊 入到幼稚園裏面提供一些資料團隊的服務 其實在院社服務裏面有沒有考慮過 這類型的跨專業的團隊 落到院社裏面去提供服務 而減低,我們要跨一些人手走出去用的服務 而令到我們的照顧人手變得緊張 好,謝謝麥經人